Hello 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老莫 我們今天來講凱莉公式 今天的內容我們會講到幾個部分 第一個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是凱莉公式 再來第二個的話 我會點出凱莉公式 它其實使用起來的盲點 以及第三個 也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要如何正確的使用凱莉公式 好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話 我們這個頻道是分享國際財經 還有理財概念的頻道 不定期的我會分享一些策略的回測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麻煩幫我訂一下 這個對我真的非常重要 感謝你 那本頻道分享的所有內容 都是我個人的投資心得 或者說客觀的事實回測 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 請各位投資人進場前 自行做好投資的判斷 好 那今天的影片 我會花一些篇幅 做凱莉公式的介紹 所以如果你對凱莉公式 已經有初步的了解 想要直接聽怎麼應用的話 可以直接點螢幕下面的時間軸 可以跳到你想要聽的位置 在上世紀的50年代 美國一家非常有名的電信公司 叫AT&T 他旗下有個叫做貝勒研究室的單位 在這個研究室裡面 就有一個研究員 他的名字就叫約翰凱莉 而凱莉在研究一個賭盤事件的時候 就好奇 雖然我每次下注的時候 不可能是百分百獲勝的 但既然這個賭局 如果說它是一直重複 重複再重複的話 有沒有辦法我們可以運用數學的方式 來去找出一個長期獲利的公司 注意凱莉這邊講的是 長期獲利並不是百分之百獲利 這裡面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 因為我們知道百分之百獲利是不現實的嘛 投資本來就是有賺有賠 那當然賭盤也是一樣 但是重點是 長期下來有沒有辦法讓我的倉位 是一直在賺錢一直在成長的 那凱莉就想 那長期獲利的這個關鍵到底是什麼咧 其實無非就是那個被講到爛的四個字 叫做大賺小賠 凱莉就想 有沒有一種資金配置的方式 就是下注金額的黃金比例的計算方式 可以讓本金永遠是在大賺小賠的狀態咧 抱著這個疑問 凱莉就開始了研究 他想要找出大賺小賠的關鍵到底是什麼 那經過一段時間的專研 凱莉終於研究出了一個公式 那凱莉發現呢 其實基本上只要抓住兩個變數 就能夠掌握到整個大賺小賠的秘密 好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兩個變數有可能是什麼 各位知道無論我們在做投資 或者說你在下注也好 那無非出來其實就是這兩種結果 第一個就是你贏錢 第二個就是你虧錢 那假設說我想要長期賺錢的話呢 其實無非就是兩種方法 好那第一種方式呢 其實就是當你賺錢的時候你賺的多 而當你虧錢的時候虧的少 而第二種情況呢就是說 勝率的問題你是更經常獲勝 而更不經常虧損的 這兩個變數呢就是我經常掛在嘴邊的勝率跟風暴比 而沒錯凱莉公司基本上就是使用這兩個變數 假設勝率風暴比不變的一個情況下 我每一次的投資或我每一次的賭注 我要投多少的錢才是最合適的 能夠達到長期讓我本金不斷的增長的目的 凱莉公司的算法呢就是 F等於括號B乘以P 減掉Q括號除以B 聽到這邊是不是已經滿頭問號了 好那我知道各位其實點進來 肯定不是為了學數學嘛對不對 我以前也最討厭數學了 所以我在這邊呢也不會針對數學公司解釋太多 好那我這邊就直接上乾貨 其實我也幫大家做了一個凱莉公司的計算機 其實你只要在這邊 Kill你的勝率以及你的風暴比 它就可以給你凱莉公司推薦你的這個黃金比例是多少 好那這個計算機的下載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描述欄裡面 那歡迎各位朋友有需要的話可以隨時下載使用 好那其實講到這邊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有點躍躍欲試的感覺 好像立刻想要把凱莉公司套用在我們的投資上面 但其實轉念一想的話 各位會不會覺得這個東西套用到股市裡面 好像不是那麼的容易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兩個變數 一個是勝率一個是風暴比 而凱莉公司呢 它是設計給不斷重複下載同一個賭局 它的勝率跟風暴比都不變的情況下 你這麼做才會有用 但是股市跟在賭場的吃餃子老虎機不一樣 外在的變因太多太多了 即便我們是使用技術分析 這種相對來講比較容易量化的一個分析 但每一次的盤式每次的籌碼 以及很多的外在的變數都不一樣 所以說即便是使用同一套技術 我們也很難把每次的投資都定義為 我們在重複相同的賭局 所以市場上就會有些聲音出來 凱莉公司其實根本沒有用啊 我每次都用這個比例來去下注 根本達不到大賺小賠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些朋友的看法呢 有些對有些不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可能miss了凱莉公司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子掌握 勝率跟風暴比的一個平衡 好再做一次非常的重要 就是凱莉公司的真正核心 是希望我們能夠掌握勝率跟風暴比的平衡 所以當我們了解到這個核心之後呢 凱莉公司就會變得非常的有用 而我這邊就跟各位分享 兩個真正應用凱莉公司的方法 這兩個方法呢 分別是改善你的交易策略 以及優化你的資金配置 好 那我們先講第一點 如何使用凱莉公司來優化你的交易策略 好的 我手上有一個蠻基礎的交易策略 其實這也是有個朋友來問我的 但其實我實際測過之後 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OK的策略 那為什麼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好 它這個策略呢 基本上是MACD跟KD的一個綜合策略 那它的做法呢 就是說當MACD從負轉到正的時候 同時KD變成黃金交叉的時候 這個時候進行一個買入 它的出場的時間呢 會以KD的死亡交叉為依據 好 那這樣的策略 我們簡單用2020年一整年的小台 來去實測一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這個軟體呢 叫做KC Trader盤古預測 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回測軟體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不用去學非常複雜的coding 你只要在這邊簡單的點一下 你自己想要回測的指標 它就可以幫你組合起來 然後來去幫你跑個回測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是你想得到 而且上面有的指標 你都可以使用它來進行個量化回測 好 那我手邊呢 有一個可以用到2022年底的一個序號 我會把它放在這邊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取用 假如說你看影片的時間 已經超過這個時段了 也沒關係 如果有新的序號呢 我也會都一起放在描述欄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到Facebook來找我 好 如果我看到訊息 而且我有新的訊號呢 我也會分享給你 好了 那我們來跑一下這個策略吧 3 2 1 Ready Go 這個交易策略呢 它出來的交易次數總共是80次 而在2020這一整年 其實即便是大多頭行情 我只說多的情況下 各位看 它還是虧的 它是虧了12000左右 那加起來的話 它勝率只有44% 風暴比是0.81倍 好 那我們等到這兩個變數之後 我來我們把Key到凱莉公司裡面來看看 好 我們看一下44% 0.81倍 好 其實各位看一下 它凱莉公司直接給你出來是一個-25 那公司小於0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基本上是投資風險非常大 那也不太建議做這種投資的 所以就這整個策略這樣子跑下去 是完全不OK的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們如何使用凱莉公司來優化這個策略呢 我們來想一下 其實勝率我覺得相對來講比較難控一點 但風暴比其實 如果我能夠改善一下我的進場點跟出場點 我的停力點跟停損點 那這樣的話應該有機會再去優化一下這個策略 好 來我們來實際Key一下要多少 才能夠達到盈利呢 先看一下1倍能不能 1倍的風暴比還是不行的 1.1倍還是不行 1.2倍不行 1.3倍可以了 那沒關係 我們抓點Buffer 好了 我們用1.4倍吧 我們用1.4倍來試試看 好 所以說我的目的很簡單 在投資勝率44%底下 我抓點Buffer 我的風暴比每次要從0.8倍上升到1.4倍 我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優化一下我每次停力跟停損的空間 好 我來看一下這80多筆 那我這80多筆 每次的獲利其實差不多落在28.8左右 好 如果說把它換算成1.4倍的風暴比的話 我每次能夠接受的虧損是21點左右 好 那我這邊就設一個條件 當我的虧損達到20點的時候 我要出場 同時我也希望盡量鎖住我的獲利 能夠盡量在28左右 所以我這邊再設一個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假設 我曾經我的獲利到達32點 然後呢 他的獲利此刻又跌回了28點 那我也會出場 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鎖住一個我的最小盈利 以及我的最大虧損的一個空間 好 那我們在其他的條件都不動的情況下 我們在同樣的時間再跑一次 看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STAR PLATCHER THE WORLD 好 我們測完了 我一樣把它拉到Excel裡面來 我們直接看最後的總表吧 左邊呢 是原本的策略 右邊呢 是我改善過後的策略 那各位看一下 其實交易次數都是在80次 但是我最後的總盈虧呢 改善之後 我可以很明顯達到了一個盈利的一個情況 最後面變成了正7000多元 對比原來的-12000其實是有一個蠻明顯的一個越境 在勝率這邊其實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飛躍 反而是在風暴比做一個調整之後 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所以說如果你每次都能夠嚴守你的停損點 以及最小停利點的話 對比原來只靠指標單做進出場 這個賺錢能其實是有一個很明顯的飛躍的 而當中我僅僅只加入了兩個參數 停損以及最小的停利 如此而已就可以在同樣的策略 達到很明顯的改善 好 這是我覺得可以應用凱莉公司的第一種方式 另外第二種應用凱莉公司的方式呢 是我覺得你在整體的資產配置上面也是可以運用的 假如你同時的投資 訂存 股票 期貨 債券等等 如果說你對這些商品 都有一些勝率跟風暴比的概念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把他們得到的凱莉公司全部相加起來 來去看出你應該配置多少錢在債券上 來配置多少錢在股票上面 或者是說來配置多少錢在短期的投機上面 這個呢 其實都可以幫助你做好全盤的資金規劃的 所以說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 兩個凱莉公司應用的方式 對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凱莉公司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因為它可以有效的幫我管住我的獲利 比起技術分析 基本面分析或籌碼分析 各種的分析都好 這個呢 才是投資應該要學的最核心概念之一 因為畢竟來股市或說來市場裡面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分析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對 我們的目的呢 是為了盈利跟獲利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節目 在下週呢 我也會繼續給各位帶來更多 跟策略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大家拜拜